素食的也有,骨仔煎,跟鵝煎怎麼那麼一樣 還有那個素肉圓,跟分的也一樣有這種東西 他吃的口感就是沒有那個肉的口感而已 他吃起來的味道完全幾乎都是差不多 老闆在素食界服務超過20年的時間 除了擁有好手藝之外 腦中搞美食創意就跟一般廚師想法大不相同 搞怪嘛,搞創意就是搞怪嘛 你想做什麼沒有人管你呢,因為你自己做主了 自己出來開店就是對素食有很多的想法 希望婚事民眾也喜愛上素食 當然要吸引大家的目光,老闆可說是非情心思 起心動念就想說推廣素食 要讓婚食族群來吃一餐素食不簡單 但是你要把東西做出來讓他們覺得說很吸引他們 店家退出的餐點確實令人刮目相看 因為這些餐點我們一般印象就在婚食才看得見 現在居然在素食店裡也可以吃得到 像這一盤咖哩飯還搭配素肉排 若不吃情況之下還以為是婚食餐點呢 素肉排那是大豆蛋白下去製作的,自己研發的 這咖哩飯也來頭不小 因為米飯是從高雄山林區家人自己耕種的 口感上更具獨特風味 老丈人他自己種的米在高雄山林鄉那邊 那邊算是水源保護區 很多客人都覺得說吃得不一樣 在婚食才吃得到的肉圓 老闆也大搞創意變成了素食料理 外皮是用糯米製作 內餡再搭上素肉 而店家全民為香煎素圓 先蒸過糯米再炒 炒了之後 素食的豆皮下去包 包好之後下去煎 煎好之後 再用那個素肉再用下去 再用醬這樣子 這一道更特別了吧 蝦米是芋蛙煎 素食店裡會芋蛙煎 還有大腸煲肉 大家別誤會了 其實這些都是素食料理做成的 這就是老闆搞創意厲害的地方 我的餐點其實全部都是素食 我的五星的都是外加下去而已 所以我的湯頭都是純素的 像說撒個蔥花 你要不要撒 不撒就是素食的 要撒就是變成是五星 所以我的砧板 刀具都是分開的 道香創意素食店還有特別之處 就是也推出了五菜單料理 庆明的價格就可以吃到 多樣且最新鮮的當季食材 六到八道菜這樣子 最後說五菜單就是我自己搭配 當季當時嘛 所以說一定要兩天 兩天以前預訂 不然我沒辦法 老闆說創意開店 最大忠職就是要推動環保素食 希望能喚醒民眾 一同關心地球生態 以及節能減碳 一斤的肉 你要拿回多少糧食去 為這一些加速什麼的 那種想法想說 我們做這個 也是算是推廣環保素這樣子 我們上次數字幕 pause 我們下一個最新鮮的 最新鮮的拍攝